等一下 枪声响起龙洲选手们齐心合作 卖力向前滑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睽違四年的基隆端午龙洲比赛 今年再度在八斗子渔港会副举办 包括市长谢国良立委林佩祥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委秘书 以及市政府局处首长区长和市议员 何书平 施伟正以及秦真 陈明健 基隆区域会理事长和总干事等等 都亲自到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我们的龙洲比赛 基隆市的是全国唯一的海上龙洲竞赛 我们为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结合渔港风光 民间推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个就是我们龙洲比赛 不同于其他县市 具地方特色及挑战性的传统民俗活动 今年是告别疫情后 睽違四年 首度回到八斗子渔港 在办理传统的龙洲比赛 在这边要感谢所有筹备的工作人员 因为你们的细心规划与准备 让我们这一次一共分为 公开男子组 公开女子组 市府机关组 多元体验组 20队队伍报名参加 祝福所有参赛的队伍 同场竞技 交流同乐 而我记得四年前我还在市议会的时候 那时候议会有派出一个队伍 那我们不信 就在第一轮 就被当年的冠军环保局给干掉了 我记忆很清楚 那我今年看到这个队伍 从比四年前来得多之外 而且看到这个正兵校友队 可能都是汉少甲后 所以说我期待说 这是今天这个龙洲比赛 会有一个龙争虎斗 那环保局有没有进行 太小声了吗 有没有信心 有 好那我们期待今天这次的比赛 能够使农村虎斗精彩可骑 也祝我们今天所有的嘉宾 吃点健康 端午安康 我想天气这么热 大家都很期待下水了 对不对 对 有没有信心 有 有 好那长话短说 在这里祝福各位 端午家节愉快 然后在今天都能够勇夺近期 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 郑锦舟更希望 明年能够恢复端午节 在基隆港举办龙洲比赛的盛况 我们同心恢复龙洲赛 所以我们希望 跟市场报告 明年的话 会用以前到基隆港计划 因为以前全到滑子 现在可以从火车方向 火车弹的方向 滑到我们东岸的广塘那边 250公尺是够的 而且可以吸引很多人潮 以前提位在联系半12年 每次都70队75队以上 因为那个时候 可以像我们商业会 可以像商家筹目 我们广告牌 请基隆 所有的转播 都把商家广告造出来 所以说我们来双银 也希望在我们市场配夹支持之下 明年我们龙洲能回到基隆港办理 谢谢 主办单位搭配嘉年华活动 除了在岸上 由各机关单位设摊 举办各项有奖 争达闯关摊位之外 市政府教育处和民政处 也合作委托承办单位 基隆卡米诺 在岸置中心举办DIY香包 以及50粒蛋等各项亲子活动 让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 都有冷气吹 不受高温所苦 温馨热闹 用市民政处和教育处携手合作 也不但恢复了海上龙洲赛 民政处跟龙洲赛的县长 安排在岸置中心 也被室内给小朋友 来过端午营种下的活动 包括制作香包 传统制作香包 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种药茶 来制作成香包 可以趋及避凶避乱 还有体验50粒蛋 然后还有种植 包种植的相关的活动 让小朋友可以在我们室内 有冷气 然后不会大太阳 然后来过这个所谓礼俗的 端午节的活动 而在经过各组激烈的龙洲比赛后 最受瞩目的公开男子组 由原来那么厉害队拿下冠军 亚军则是由原动力之麻辣小婷获得 公开女子组冠军 同样由原来那么厉害队夺下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简单被简单 好事